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9月5日 爱丽辰·毕卡直言凌峰重要性 应超第六轮 利物普零比零战和爱华顿 红军们将爱丽辰·毕卡接受了利物普官网采访 被问到是否竭尽所能赢得打比战 爱丽辰·毕卡答道 我们没有赢 所以答案是否定的 但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在上一场比赛中提升了表现 创造了机会 有很多明显的机会 我们本可以得分 但对手也有机会 我们防守得很好 保持了零封对手 这是球队的共同目标 我们也为此而努力 球队拿到一分 我们会继续后面的比赛 下半场爱丽辰·毕卡近距离 扑出尼尔马奥比的射门 随后又扑出迪维特迈尼尔的射门 爱丽辰·毕卡说道 我们要让前锋或任何在禁区内持球的进攻球员感到困难 也必须面对射门的挑战 他们射门时 我做出快速反应来扑救 我们现在的关注点是找回胜利 我们赢了牛卡速 所以继续获胜真的很重要 不是每次你都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但你必须为之战斗 你需要保持稳定表现 我们正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与上一场比赛相比 球队在进步 每一场比赛 我们都进步了一些 队员们也正在从伤病中恢复 这真的很重要 这是积极的一面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